讲那个我真的有感受 人是在高潮中享受成就 低潮中享受生活 对 这个很好 刘天王拿过三次的影帝 对 他后来拿影帝 是因为我不再拍了 好大的口气 我跟你讲到这里 我已经知道也不是欧帝 应该就是神经病 你有得过什么舞蹈的奖项吗 我拿过春菠比斯阿姨的奖 当然现在变成是一个偶像啊 也算是有一些成就 但是永远不要忘记 心里面也要摆着 未来当一个舞者的一个 可能性 对不对 对 像我现在做了艺人 舞蹈可能现在不是我的专业了 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练他 但是他却是我 表达我情绪最直击的一个方式 太棒了 太棒了 你的歌声陪我度过了青春期 一直到大学毕业 你有没有在读书啊 你会 一直在听歌 放一般人也偶像去 导演都会说 来把他弄帅一点 我就不一样 导演会跟我化妆师说 你这个不行太帅了 化丑一点 可以打人吗导演 我们这一期来了不少神经病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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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